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宗教和迷信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我们就记得这句话 可是选这句话的人 他把后面一句话删掉 这个删得有点太猛了 他后面还有一句话 但是呢 他是没有心灵的世界的心灵 讲这个宗教 马克思说的 宗教是什么 是没有心灵的世界的心灵 这个世界没心没肺了 宗教还是一颗心 这句话被删掉了 我们不知道 马克思原作当中有 而马克思的学说 它是怎么样呢 它也是建立在基督教文明的一个基础之上 为什么这样讲呢 比如说基督教文明 讲的地狱炼于天堂 最后怎么样呢 末日审判 最后要把撒旦打到地狱当中 最后经过末日的审判 高扬为万王之王 就是受压迫的人要得解放 所以马克思在设计资本论的时候也是 有一个正方 无产阶级 反方 资本家 剥削者 魔鬼 撒旦 最后呢 大家听国际歌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兄呢 就一定要实现 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就是 无产者失去的只有锁链 而他们得到的是整个世界 通过什么方式得到 都会暴力革命得到 所以有中国革命 俄国革命 实际上它是建立在这种思维当中的 就是末日审判 审判魔鬼 最后 受苦人 高扬是万王之王 得到了整个世界 还有一个很直接的 大家去看这个圣经当中 有一句话 圣经当中的使徒行传 就新约当中的使徒行传当中 有一句话 就是门徒门 就讲耶稣上了十字架以后 很恐怖的 大家都跑了 门徒逃散了 彼得三字不认主 我们回头要讲的 逃散了以后 过了一段时间 门徒们觉得不对 耶稣都牺牲了 我们怎么能逃呢 他们又聚在一起 讲述先辈的故事 开始传道 门徒们聚在一起 怎么样呢 他们把财产都拿出来 放在一处 按照各自所需要的 分配给个人 这是圣经当中的条件 就是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的原则 圣经当中的条件 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的 理想社会定义为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不是马克思突发奇想 是圣经当中 使徒们就这么做的 门徒们聚在一起 把各自把所有的财产 都拿出来放在一处 按各自所需要的 分配给个人 马克思肯定 不会没有读过这句话 肯定不是没有受到 这个的影响 所以我们看到 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 是说明一个人 如果和传统文化 无论是西方的东方的 一个人和自身的文化的传统 如果是割裂的话 他得不到营养的 相反 一个真正的创造者 懂得从传统的思维 神话 故事 源泉当中 得到这个天神的种子 我们再比如说 这俄迪普斯的故事 俄迪普斯的故事 启发了谁呢 启发了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发现 俄迪普斯是个什么人 是个恋母情节的人 既然他分析 说人类的童年都是这样 都有杀父取母的心 人都有这种 孩童 在人类的童年 和人的童年 都有恋母情节 恋父情节 谁是典型呢 俄迪普斯是典型 所以俄迪普斯的故事 启发了弗洛伊德 从心理学上 启发了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 他的理论 庞大的理论 了不起的理论 是哪里来的呢 他的种子是俄迪普斯的故事 没有俄迪普斯的传说 就没有弗洛伊德的理论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的理论 那么高深 俄迪普斯的故事 那么简单 简单吗 不简单 所以我们看到后来 这些了解历史和文化 多么的重要 多么的重要 我就在想 我们有这么多的电视剧 这么多的高超的技术手段 我最近在看到 有一个电视剧在播什么 《美人心记》 我看了几眼 哎呀不得了 现在这个电视剧 简单是花里胡哨的 但是什么都有 就是跟历史没关系 这个历史剧啊 什么都有 这个美人啊 好的音乐啊 服装啊 语言啊 这个情节都有 就是没有历史 就不 就是一个名称而已 没有历史 为什么 这些枪手 我知道他们是怎么写书的 给你那么多时间 叫你出活 给你那么多费用 我看书 我看书我傻 我不是付出的劳动 多得到的少吗 我就是要付出最少的劳动 得到最多的回报 这才是今天的价值 读书 傻乎乎的 我自己就做这件傻事 我在读这个 我在写这个关于竹林七贤的 我读书 读了一年 写了一年 才写了十万字 刚刚写了十万字 我要是那么写的话 早都一百万字了 必须要去读 思考 我就刚才讲了 鲁人成枯的故事 是吧 历人激庆的故事 就是孔子的学生 听到鲁国的人 他早晨哭了 他听出了 他不仅有死别 还有生理 这样的故事 为什么不能拍成电视剧呢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这种故事很好 拍起来也很感人 为什么不去拍呢 所以你们要想 作为一个作者 你们要想从事文学的行业 我告诉大家 非常简单的办法 你们就把这个史记 自治通鉴拿来 里面全是故事 非常好的故事 你们要找到那个真正的 和自己的心灵有默契 跟现实相关的故事 认认真正地去写它 全是宝贝 要读书 前提是什么 用心去读 好 我们回过头来 讲这个文学的线索 那么我们刚才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 创作的源泉 种子 讲到人的这种根本 创作的本性 我们来看普罗米修斯和 俄里普斯 这里呢 我是教西方文学的 对西方文学 比中国文学还熟悉一点 说起来很惭愧 那么我就告诉大家 西方文学给我们的一个线索 这个启示是什么 普罗米修斯的这个火种 正好像奥林匹克运动会的 火炬传递一样 非常的像 它是怎么样 从天神那里来的光源 燃起了火 然后大家一棒一棒传下来 传下来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来看 普罗米修斯 给人间倒了火 人间学会了 这个用火来烧 这个煮 吃熟食 然后呢 用火照明 人间会用火取暖 然后紧接着 在西方的社会 五到十五世纪 在这个之前 我们不去说它 这个公元四世纪的时候 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 在总体来讲 我给大家描述一下 这个西方文学的轮廓 也就是说 这个普罗米修斯火种的传递 我就告诉大家 种子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了解了种子 就可以看到它传递的轨迹 五到十五世纪 总的来讲是 Dark Ages 黑暗的世纪 中世纪 在这个中世纪当中 人们生活在信仰的 人们的思想啊 笼罩在这个信仰的面纱之下 也就是说 人不是作为个体存在 是作为群体存在 个人是不存在的 在冥冥的终身当中 在信仰的迷雾当中 人们度过了一千年 欧洲啊 我们度过了一千年 在一千年之后 就是公元 怎么四到十六世纪 大家知道出现了什么呢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 提出的是什么旗号呢 就是恢复古罗马和希腊 古希腊和罗马的精神 什么精神 人 人本的精神 就是用人的人性 来反对宗教的 被宗教歪曲了的神性 所以我们看到 文艺复兴时候的 大家看到那个绘画 大家去这个 意大利的威尼斯博物馆 我这个 有这个切身体会 威尼斯博物馆 有一个馆 专门是中世纪的绘画 那个木雕 画的都是圣母啊 耶稣上十字架啊 当时可能技法上 还不太会 还不太成熟 所以看起来 整个一个 一上午看下来 非常的压抑 人都是单纯的 僵硬的 刻板的 很恐怖 看到人非常压抑 突然到了文艺复兴 这个 达芬奇 画的一幅画 名字叫做乱 有个意大利语的词 我不记得怎么拼了 它的意思 就是头发微乱的意思 就画了一个女性 头发微乱 带着这个表情 这个表情 用我们中文的话讲 就是怀春的表情 怀春 就是他一定是想到了 爱情 有关爱情的事 那个表情一看 不得了 这种表情在以前 整个一千年没有过 人们要想 就是对上帝的感情 一种恐惧 一种震惊 突然 不得了 这个人乱了 头发也乱了 表情也乱了 心也乱了 这一乱 人性解放 这个人性是什么 就是普罗米修斯的火 我以为 就是火的化身 也就是说 被天神管住的 不让 不给人类的 把它抢过来 倒过来 为什么 我们人喜欢 我们天性需要这个东西 所以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时候 的人性 就好像普罗米修斯 传来的火种 而到17世纪的 古典主义的时候 政治上的唯理主义 哲学上的 政治上的专制主义 哲学上的唯理主义 和文学上的古典主义 三位一体 压制着人性 路易王朝 压制着人性 我们以后 再详细地讲到 这个时候 到18世纪出现了 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 是什么 叫做 illumination 英语叫 enlightenment enlightenment的意思 就是光明的意思 用理性的光芒 突破宗教理性的黑暗 而这个光哪里来的呢 也是 我以为 也是普罗米修斯的火光 也就是说 用人作为判断标准 有利于人 从人出发 所以呢 要用理性的光芒 突破宗教的黑暗 这里我们讲的具体一点 我们讲的具体一点 我思故我在 发语叫 我思故我在 在路易王朝的时候的解释 就是说 我思故我在 这是笛卡尔的 法国十七世纪的一个 唯理主义哲学家 笛卡尔的名言 而在路易王朝的解释 就是我是不存在的 我只有思考的时候才存在 那么我思考谁呢 我只有思考上帝 我只有思考上帝 那么上帝是谁呢 上帝的代言人 就是教皇 就是国王 所以 个人必须服从家庭 家庭必须服从国家 国家服从我皇帝 我就是国家 你们都要服从我 按照这个我思故我在 如果这么解释的话 它就成了一个 我不是说吗 政治上的专制 哲学上的唯理 和文学上的古典主义 配合它三文一体 启蒙思想家 也就是福尔泰 卢梭 狄德罗 孟德斯鳩 这些了不起的启蒙思想家 他们说 不 我思故我在 这句话是对的 可是我是一个人 我有我的判断 我是有理性的 我作为一个人来讲 我认为有一条天理 就是天赋人权 人生来是平等的 自由 平等 博爱 就是启蒙运动的思想家 奠定的基础 好 同样是这个解释 一个是我思故我在 我这个我不存在 我得思想上帝 上帝就是国王 就是教皇 所以我要听他们的指挥 一个说 我就是人 我有我的理性的判断 人生来就是平等的 这是天理 就是什么 一个站在人的立场 我们根本的 一个普通人的立场 一个是站在 表面上站在神的立场 其实是站在 统治阶级的立场 把人分成了等级 所以法国革命是怎么产生的呢 就是因为人的三个等级 大家知道 僧侣阶层 是吧 然后国王 贵族 一个阶层 然后就是平民 包括资产阶级 包括工商界人士 都是第三等级 法国革命是怎么回事 第三等级推翻 前面的两个等级 从思想上推翻之后 政治上 行动上也推翻了 就是1789年 法国大革命 烧毁了巴士底鱼 这把火是哪里来的 分明就是普罗米修斯那 传来的 怎么样啊 造反啊 为什么 为了人 为了平等 我们要自由 我们要光明 我们要理性 我们认为 人生来就是平等的 你们压迫人 不对 烧 这就是法国革命 所以普罗米修斯的火 了不得 越烧越旺 烧到19世纪 大家都知道 我们学过共产党宣言 一个幽灵 在晃动 什么是幽灵 共产主义的幽灵 这幽灵是什么 就普罗米修斯的火种 就是造反 你们压迫我们不是吗 烧了你们 烧毁旧世界 无产者失去的只有锁链 而他们得到的是整个世界 不得了 这句话 一出一出 共产党宣言 一出 全世界到现在 大家看委内瑞 什么 玻利维亚这些 革命的火种 还在燃烧着 就是左派的力量 就是说 这个火不断地在燃烧 那么我们看到了这条线索 我们才意识到 古老神话的重要性 古老神话重要性 所以我们假想一个创作过程 这个一个创作者 比如说曹雪芹 他说我要写一部大作品 我要为我们这个民族留下一个好的作品 怎么写 我们假设 曹雪芹就坐在那想 我首先要找到他的起源 找到他的来源 最根本的来源 想来想去 女娲补天 追溯到最后 我们的民族 了不起的 最了不起的是什么 最原初的传说 是女娲补天 但是曹雪芹了不起在于 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女娲补天用的是石头 是吧 用的是巨石 而中国古人 历代 传下来的是什么 是玉器 无论是皇帝的玉器 还是贵族含在嘴里的玉 还是普通百姓 如果有一点钱买一个玉镯子 作为殉葬品 我们在比文字更早的墓穴当中 我们挖出来各种玉器 各个地方都有玉 无论是江南的 还是中原地区的 挖出来我们的先民 英雄所见略同 大家都选了玉 作为我们的 与永恒的 与神力的约 就是玉 大家看我们中国这个国家 就是口纹里面含着玉的民族 这是国家 当然这是我望闻生意 所以他就是找到了 曹雪芹找到了 他把这个女娲补天的巨石 和玉之间找到了一种默契 就多出了一块石头 也就是一个人抱过屋门 想补天补不上 变成了一块玉来到人家 这就是他的创 所以这个创作的秘密在这里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洪学家 在这个百家讲坛讲这个红楼梦 很有意思 这个洪学家 我原来在巴黎碰到过 一个好心的朋友说 你也是写作的 你是个文学青年 我带你引荐一个作家 正好那个时候 这洪学家也在巴黎 我跟他吃了一顿饭 不欢而散 红楼梦怎么能这么讲呢 好多年前的争论 持续到今天 大家的声音越发越大 当时只是在一个饭桌上 我是很温和的一个人 同学们 我要是跟一个人发生冲突 这个人实在不像话 结果就不欢而散 为什么不欢而散 我们就听到 现在还是这两种声音 我在这里讲 那个人在百家讲坛讲 他分析来分析去 就是说 哎呀 你们知道 秦可卿是什么人吗 是个私生子 我考证出来 就是写的那个人 你们知道李完是什么人吗 啊 这个曹雪芹家里面 曾经有一个什么什么人 这叫什么 这叫对号入座 对号入座是文学上的大忌 只有不懂文学的人 才对号入座 这是 这要把人气死的 我是一个作者 我们大家有过创作经历的人 当你写一部小说的时候 你把整个民族的梦想 把你的所有的精神世界思考 全部集中在一个人物 一个形象上的时候 中学生都知道 这个典型人物 他凝聚了好多人 在一个人身上 我们怎么说 哎呦 林黛玉是这个人 他是写那个人 哎呀 你们不知道 我考证发现了 这不是亵渎吗 怎么能这么来读《红楼梦》呢 你考证出来又怎么样呢 哦 这个是写的那个私生子 那个是写的那个人 什么意思呢 《红楼梦》就不给肢解掉了 《红楼梦》哪里是写的这些东西 我自己有创作体会 当我们塑造一个人物的时候 很可能把自己也写进去了 把梦也写进去了 把真实的人物也写进去了 它是多重的一个集合 只要是这个人物的需要 大家理解吗 绝对不是说 这个人物是写的他 那个人物就写的他 哎呀 我当时看到 你如果一个人在泛舟上争论就算了 整个对一个民族来罢 这种论点 说我们民族最优秀的作品 向着最广阔的大众来传递 我实在是有些气氛 我是觉得这是不妥当的 不妥当的 他们应该把把关 不是说个人的意见分歧 我跟个人没有什么分歧 我觉得这么来说《红楼梦》是不对的 《红楼梦》是讲 欲是精神难比结 血为肌肤易消满 我们看看他很多精神实质 都藏在这个《玉》里面 这个 可是呢 这种诗歌没有人讲 这种《玉》的精神 这种执本节来还节去 这种精神没有人讲 这种女娃补天 莫失莫忘千寿横仓的 这种精神 要传递到我们民族世世代代 传下去的是一种什么心神 就是要纯洁 要刚正 要执本节来还节去 这种精神不讲 你非要说这个人是写他的 那个人是写他 这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们看问题 要看本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